Odio Jungle 第一军情作者 苏菲近期 特朗普在内政外交外交方面动作不断 在国内 特朗普解除了蒂勒森的国务卿职位 随之而来 蒂勒森被炒鱿鱼 成了特朗普对外政策的转折点 贸易战来了 特朗普首先把枪口对准了欧盟 作为反击 欧盟则准备对美国发起总额为64亿欧元的进口限制 对于中国而言 该来的迟早还是要来的 不能存有侥幸心理 中美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双方合则两利 斗则两伤 然而 特朗普政府罔顾事实 率先打响了贸易战的第一枪 近日 特朗普签署了一份针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备忘录 以所谓301调查结果为借口 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 作为惩罚 美国将对中国进口产品 征收高达600亿美元的关税 并将把目标锁定在科技和电信行业 在对中国经济采取报复性措施的同时 美国在南海也是动作频频 据海外网3月23日报道 美国海军马斯廷号取逐舰在当地时间23日 在南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 进入南沙美济礁12海里范围内 中国海军570舰 514舰驯级行动 依法依规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 并予以警告驱离 当然 美国近期在南海的挑衅行动已不止这一起 本月5日 美军航母卡尔文森号载着5500名士兵抵达越南 这是美军时隔40年再次访阅 结束访阅后 美国航母之奔飞 绿宾 企图在南海问题上对非政府施压 在中美关系极为微妙的时期 美国军舰闯入12海里水域的行为挑衅意味浓重 很明显 美军在南海要五粮威 是在为特朗普的贸易战打配合 希望我国服软 中国对南海极其附属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美国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 南海根本不存在自由航行问题 美国世界自由航行来我们家门口炫耀武力 美国在自由航行问题上一向是双重标准 充分体现其过时霸权主义思维 首先 美国根本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是一个置身于法外者 却不知连使地充当起来仲裁者 再者 美是航行自由 是在别人的家门口肆意横行 我们绝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军事挑衅 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更是如此 美国的武力威胁只会让我们加快自身的军事力量建设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决心 美国阻止了中国的崛起 需要把过时的冷战思维丢进历史的垃圾桶 还是那句话 中国向来不信邪 也不怕邪 美国既然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就没有退让的理由 据悉 为贯彻中央训动原令 海军近期将在南海相关海域举行实战化演习 该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 毫无疑问 我军在南海的演习将是对美国的一次有力回击 南海是和平之海 绝非法外之地 由不得美国胡来 众所周知 中国与南海周边各国经济合作紧密 美国来南海搞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 一来是向中国示威 二来是搅局南海本中向好的局势 分化周边国家与我国的关系 通过拉拢周边国家 美国就可以进一步打压中国经济 当然 周边国家买不买账就另当别论了 面对美国的贸易战 我们也不甘示弱 3月23日早晨 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驴产品 232措施的终止减让产品清单 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25%的关税 以平衡因美国加征关税 给中国利益造成的损失 纽约时报认为 中国接下来扳机的最可能目标是飞机和农业企业 因为他们是特朗普很重要的政治支持者 特朗普偷击不成18米 受中美贸易战影响 美国加息节奏加快 股市遭受重创 公道自在人心 世贸组织也认定美国此举违规 破坏了全球的经济稳定 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以贸易战代表的新阶段 我们不想与任何人打贸易战 但如果有人非逼迫我们打 我们一不会怕 二不会躲 我们期待中国以更加厉害的措施反击美国 让特朗普亲口吞下贸易战的苦果 有必要的话 中国可效法和纵连横之道 联合欧盟统计特朗普 声明 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 为尊重原创 转载请标明出处 微信公众号转载 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 敬请 和尊重原创